想乱丢垃圾的民众 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当心路径换来发单 让荷包失险 台东县环保局 发现有民众缺乏功德心 在道路边停车休息时 随意丢弃垃圾 或者人车较少的路段旁 弃之垃圾 环保局家常稽查 发现一朝弃之处 及列管评估架设 锁时摄影设备 科技之法 查获违规是证明确者 以废弃物清理法 可罚款1200至6000元 民众经过 随手一丢 将垃圾丢在一边 环保局抓也抓不完 为了减少人力 台东环保局 架设有缩时功能的 摄影机来取缔 为了台东的一个 环境上的一个整洁 那我们有执行 那个架设缩时摄影机 取缔那个违规乱丢 飞去的一个行为 那我们在去年 总继查获了 有29件的一个违规行为人的 一个市政 那这29个行为人 我们都会依据 飞去群领法的 都是已经采罚 各1200元的一个罚款 他是违反飞去群领法 是可以罚1200元到6000元罚款的 台东县环保局指出 为了取缔改善民众 随意丢弃垃圾的行为 去年从1月执行到12月底 目前在全台东县已经架设了51处 具有缩时摄影功能的 简时摄影机 科技执法后改善解除列管 计39处 而张乱的热点明显改善很多 因为我们这样一个科技执法的 一个效果 那我们去年有查过 就是有列管架设有51处 那总共也执法 这样科技执法改善了有39处 改善率有达到了77% 当然这是执法也好 或者这样的一个列管架设 或是摄影的一个行为 它都是一个为了环境改善的 一个手段 那我们还是期望大家能够发挥 功德心 来一起维护我们台东美丽乐环境 乱丢垃圾至少开罚1200元 环保局将增加设备 扩大机查 遏止民众乱丢垃圾的行为 已再发生 记者杨洋子轩台东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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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